來到BOSSING DAY的賽奇 在九龍灣公園 有一場竹總盃比賽 中立主場的和庫大埔 面對著南區 南區近期的近方相當好 看看和庫大埔有沒有機會 可以走出頹勢 擊敗南區 首先看到基頓的頭鎚 給對方一個下馬威 穩守突擊 一向都是和庫大埔的殺雀 看到葉佳的傳送 給阿力士門將優宇永 撲到第1下 但是第2下 阿力士說這球球過了8屆 但是球證的湯巨森 判這球球還沒過8屆 比賽繼續 阿力士繼續尋求入球 來自一個很漂亮的組織 給到杜汗韜 一個頭鎚 安基斯的頭不著地 偉大部隊 射入1比0的比數 當時28分鐘 安基斯 亦都會是這場球的主角 去到下半場 可以說 相當到肉的攻勢 都是來自安基斯 包括這一下的頭鎚 給門將 優宇永 撿一撿 安基斯 刷動的攻勢 阿力士 給他一個球 頭鎚頂向 魯斌 但是魯斌相當魯莽 給他一個球 安基斯 安基斯 亦都反應相當快 射入網 回開意道60分鐘 領先2比0 缺少敵基圖的情況下 南區的攻勢 相當少 葉佳 給他過來 安基斯 安基斯 亦都有一次相當好運 走運走到腳趾尾 66分鐘 完成帽子氣法 衛大部 射到3比0 鎖定首回合的勝局 可以說 及後 南區換入 手榴彈的陳卓光 拿回一點點的攻勢 看到卡利爾的頭鎚 去到最後 南區以3比0 作客輸了給大埔 安基斯 練中三圓 我覺得這場球隊每一個人都很樂力 看到那個決心都很大 尤其是 其實 根本就不用說 誰有球員打得特別好 我覺得全球打得很好的 這場球我覺得是 我們又是另一個隊長 我們找了安基斯 尤其是 有沒有特別的事 成功復仇 心情如何 我覺得不可以說 復復仇 最重要是球隊自己本身 現在拿回信心 下一場球我們對著 彭牌第二球 我們不用心理質素 心理障礙 我們不用怕他們輸 我們是有能力的 我們需要一點點的 我們證明自己 我們球隊每一個人的球隊的表現 是可以勝的 可以贏到的 那樣的順利是重要的 希望下一場球打得好一點